各位线上共同学习佛法人用们 大家奥弥陀佛 各位请放长 我们这一年多以来 除了疫情的逼迫以外 最近气候 也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之前看新闻 北美照理来说 是一个寒带的地区 气温也都到了历史的新高 亚洲最近在水灾也特别的多 我们从古至今看历史 这种地水火风的灾难 从没停过 所以可以知道 佛陀在经上所说 三界无安 游如火宅 重苦充满 盛大不畏 那三界之中呢 包含了玉界色界无色界 从这边可以知道 不是只有人间 连天上也是如此 只是天人的寿命比我们长罢了 所以在天人看我们人间 很可怜 但以三界外的圣者 看天人 一样觉得可怜 所以在三界里 因为众生依靠地水火风而住 但是呢 不论是正报或者依报 都是无常法 所以很难说 能够让众生真的永恒地安住 所以现在呢 我们遇到了这些天灾 我们佛教徒啊 该用什么心来面对 第一个 我们还是要很真实地 看待这个事 了解说啊 地水火风 确确实实 让众生呢 感受到 痛苦 所以因此 佛教徒呢 会 看到这些现象 发起 出离心 因为看到真正的现象 而不是呢 鸵鸟心态地 把它灭化 那么既然 真实地看 那么我们就应该想 如何解决 在 佛陀所说的教法 让我们解脱的教法 就是啊 出离三界五安的方法 那么在还没有 解决之前 也就是呢 我们还活在这个人间 那么该 以什么样子的心态 来面对 来度过呢 禅宗有一首诗啊 讲得好 叫做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这首诗相信大家 耳熟能详 既然 已经面对了 那么不妨呢 换个心态 最重要是什么呢 后面两句 若无闲事 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这个闲事 闲事是什么 也就是所谓的烦恼 偏见 当你有烦恼偏见 即使啊 让你在天上 让你在天上那样子的环境 你也不会满足 你一样会觉得 我还想更好的 我还想拥有更多的 这些无欲 所以只要啊 我们心中的这个 烦恼 偏见 能够把它去除 虽然 这个世间呢 春夏秋冬 虽然 这个世间 有地水火风的种种灾难 虽然世间 有所谓的小山灾 鸡警节 刀兵节 文艺节 但呢 我们的心呢 能够安住不动 能够啊 很坦然的 看待这个世间 一切的生命 看待呢 这一切呢 都是生命的流转过程 如果生命的流转 没有经过这些过程 那么生命 如何一代一代的延续下来呢 所以就于人的果报 或者说呢 六道众生的果报 就必须啊 去尝一尝 当我们 有像刚刚啊 这一首诗 说的这种 若无闲事 挂心头 外在的灾难 能够坦然面对 内心的 种种的烦恼 你也能够看得透 渐渐的呢 就能够 薄 淫怒吃 也就是贪嗔吃 能够啊 淡薄贪嗔吃 最后啊 就能够服烦恼 乃至断烦恼 那么断烦恼的 外在的环境改变了吗 没有改变 环境依然是那个环境 但是呢 形态不同了 我们看佛陀的一生 佛陀一生 在弘法49年过程里面 这三种灾难 他也遇过 他也遇过 种种的人为的问题 或者是环境问题 但佛陀呢 都以一个妙占种词 不动尊 这样子的心态呢 来面对 甚至呢 他的弟子里面 提婆达多 善心比丘 六群比丘等等 这样子的来伤害佛陀呢 佛陀呢 也是啊 不增不减的面对 所以改变心态啊 并不是立刻改变了环境 而是你心态改变了 看待环境的角度 看待周遭众生的角度 就不同了 那么你依然知道 世间是如此 但是呢 你的内心呢 非常的淡定 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呢 给影响 所以 最近呢 这个天灾频传 我们以 这一首 这个禅宗的诗呢 来彼此共勉 希望呢 我们大家 在学习佛法的过程里 能够啊 升华 我们的心 自然啊 遇到境界 就能够啊 照见无孕皆空 度一切苦儿 好 现在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课程 谈你及身获诸罪的故事 好 这个经典里面说呢 在佛陀时代啊 社会国里面呢 有一个婆罗门 这个婆罗门呢 名字叫做啊 冰头如舵舍 那这婆罗门呢 有一个太太啊 哎 长得不是很OK啊 那么 而且呢 这个冰头如舵舍 这个家庭呢 生这个孩子啊 连续生了七个女儿 没有生男孩子 当然这在过去农业的社会里面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所以呢 所以呢 同修 除了 长得不OK以外啊 这个同修的脾气呢 也很差 然后呢 七个呢 都是生女啊 所以让她呢 自己啊 觉得没有太大的希望啊 那除此以外啊 家里又穷 家里又穷 那同修呢 脾气又不好 所以整天啊 家里吵吵闹闹的 想当然啊 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呢 这个冰头如舵舍啊 情绪呢 一定很不稳定 那有时候啊 这个七个女儿呢 有时候来这个回娘家 家里钱不够啦 回娘家来借钱 那么这个太太啊 又很凶 有时候呢 不借 还把女儿骂一顿 女儿呢 被妈妈骂了以后啊 求助屋门啊 就是哭 这个时候呢 冰头如舵舍 又很不舍得 但没办法 女主人呢 是太太 所以钱呢 由太太在管 她也没办法 那这个家里啊 穷 所以只好种田 那种田呢 等到这个苗架熟了的时候啊 需要这个牛 来帮忙啊 拖东西 因为家里太穷了 有办法种 但是呢 养不起牛 所以只好去借牛 那这个牛借来以后啊 因为呢 不是很熟悉啊 怎么带这个牛 结果这牛呢 居然把这个苗架呢 很多啊 都踩坏了 踩坏不打紧 因为呢 不是很会带这个牛啊 就牛啊 乱跑 跑不见了 搞丢了 哇那这个 我们都知道 古代呢 没有集趣啊 所以牲畜呢 就是啊 身材工具 那么这个牛啊 搞丢了 哇那这个赔呢 就要赔很多钱 但我们刚刚说的 本身家就穷 怎么赔得起呢 所以呢 这个婆罗门啊 在家里呢 已经啊 情绪很低落了 结果今天呢 想说啊 搜一搜 说不一定呢 会有个好收成 结果 庄稼被这个借来的牛 踩坏 牛呢 又搞丢了 哇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呢 他就坐在这个 树下就想啊 我到底啊 过去做错什么事情 好 童修呢 让我不安心 现在啊 想要去 这个收一点 嫁妆呢 又搞得 这个牛跑掉了 让他自己觉得很烦躁 越想 越烦恼 越烦恼呢 就觉得累了 就想算了 那就到树林里面啊 睡一下吧 反正牛也找不到了 那么到这个树林里的时候啊 刚好 遇到啊 世尊 世尊 那么世尊呢 就像我们在大殿看到的佛像一样啊 诸根 极尽 佛陀的相貌啊 很安详 动作也很安详 那么这个婆罗门看到以后啊 就产生一个羡慕的心了 他就想 心里想 取坛沙门 就指佛陀 现在啊 他这个状况啊 最安乐的 没有像我一个凡夫淑子啊 这么多的烦恼 那佛陀呢 知道他的想法 就直接问这个婆罗门说呢 那么照你想的 你想不想出家 想不想出家 既然你觉得烦恼 想不想出家 那这婆罗门呢 看到佛陀居然呢 直接讲出他心里的话 他很讶异 那么这时候呢 起了一个恭敬心 就不是说取坛沙门了 他说 世尊啊 如果 能够接受的话 那么这样子啊 是满我的愿 那么佛陀就说了 既然你想出家 善来比丘 虚法自舵 很奇妙 当下呢 这个婆罗门呢 衣服啊 就变成袈裟了 头发呢 就自动脱落 那么就在这个当下呢 佛陀为他说法 居然啊 就初次见面 居然当下呢 就震得阿鲁汉国了 那么阿娜呢 随时在旁边呢 很讶异啊 这个婆罗门的善根啊 因为你看啊 很多的徒弟啊 按照正常的顺序来走 修了好几年啊 还不一定能够震得阿鲁汉 但这个婆罗门呢 居然出世见面 那因为一个啊 羡慕的心来出家 佛陀为他说法 就证了阿鲁汉 所以阿娜觉得啊 这个人善根啊 非同寻常 所以佛陀就告诉阿娜呢 这个人 这个婆罗门过去的姻缘 他就说呢 过去呢 有一个国王 叫做阿波罗提木雀 那这个国王呢 以政法来带领国家 那这国家里面呢 有一个婆罗门 叫做坦逆基 那这个坦逆基婆罗门呢 家里很穷 那么他也是务农 所以跟这个前面 婆罗门的状况一模一样 等到这个庄稼呢 熟了以后啊 也是跟人家借 借牛来处理 那么好不容易啊 收成完了以后啊 就把这牛呢 带回啊 这个主人家还人家 走到这个牛主人家里的时候啊 他就把这个绳子呢 就随手一挂 所以他想说啊 主人也看到他了 也看到牛了 那么就代表啊 知道了 就离开了 就这牛主人呢 也不知道到底啊 这个东西有没有交给他 所以呢 这个牛主人呢 看了这个坦逆基来啊 那因为坦逆基没讲话嘛 他就以为说啊 还没用完 所以也不去注意这件事情 所以坦逆基跟这个牛主人呢 都忽略了这件事 结果啊 这个牛跑掉了 跑掉以后啊 这个牛主人说啊 就找这个坦逆基就找这个坦逆基 你牛怎么没有还给我啊 坦逆基说有有我已经还给你了 那时候我带到你家去你还看到我了 所以呢 我想说你已经看到了 你就会处理了 哇 这个牛主人听得很生气啊 你怎么不讲 你要跟我讲一下啊 那于是呢 他说在这样子啊 你把我这个牛搞丢了 我们到国王那里去 请国王啊 看看又怎么处理 好 于是他就带着坦逆基来 要去找国王 那么再去走到王公的路上啊 刚好 遇到啊 王家的嘛 也就是官马 刚好呢 这个脱离的这个管马的这个马力啊 这个马到处乱跑 结果这个马力呢 远远看到坦逆基说 哎 帮忙啊 把这个马呢 把它拦下来 结果坦逆基一挤呢 从路边捡一颗石头 往这个马一丢过去 想说呢 让这个马吓一跳 他就停下来了 结果不偏不倚啊 这个石头呢 砸到马的脚 哇 这个马当下呢 骨折 马的脚骨折了 结果这个马的这个官吏啊 跑过来以后 你家的马呢 你这样子啊 你要负责 来来来 我们去国王那里 看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好 于是呢 牛主人这个马力啊 就带着坦逆基也去找国王 那么要进到王城的时候呢 刚好遇到一条河 那不知道啊 要去哪边这个做这个渡船 刚好有一个木工啊 在这河边 那嘴里呢 咬着那个斧头 因为呢 他正在啊 衣服呢弄脏 正在把衣服啊 在河边把它洗一洗 这时候坦逆基呢 就问这个木工说 哎 这个木工先生啊 请问一下 哪里有船可以坐啊 结果呢 这个木工啊 想说有人在问他嘛 他就说 在前面 就嘴巴一张开啊 嘴里面的这个斧头呢 就滚到那个河里面去 就被冲走了 哇 那这个 这个这个木工非常生气 为什么 木工的身材工具 就是那个斧头啊 那因为谭逆基问他 他嘴巴一张开啊 就被冲走了 斧头被冲走了 非常生气 咱们去找国王 所以三个人压着谭逆基 要去找国王 那沿路上啊 因为三个人都一直在骂他 心里很着急 又一直走路 所以呢 就啊 很渴 那刚好看到这个路边啊 有一个这个 卖酒水的 他就 谭逆基就到这个 酒水这个商店了 就说给我一点水喝吧 那么这个卖酒水的呢 就想就给这个 他说我们这边是卖酒 卖酒为主 没什么水 不然呢 白酒 喝不喝 谭逆基想算了 反正至少解渴吧 于是呢 他就喝了一口这个白酒 哇 喝下去之后 头就茫了 于是呢 看到旁边有这个 座位啊 看到旁边的座位呢 就啊 坐上去 结果啊 坐上去的时候 没有想说先处 先啊 把这个座位上面 看清楚 因为眼睛茫了嘛 就没想到啊 这个座位上面的 这个毯子里面呢 有这个酒水家的小baby 他想都没想啊 谭逆基想都没想 一坐上去呢 就把小孩啊 压死了 哇 这个酒水家的主人啊 生气了 我给你酒水喝你 居然把我孩子给压死了 于是呢 就啊 要过去揍这个谭逆基 那谭逆基呢 非常害怕 就赶快呢 爬墙 爬墙要 躲开这个酒水 这个商家的这个追杀 爬墙呢 跳下去 一爬墙一跳过去啊 结果呢 刚好墙的下面啊 有一个老人家 正在滋补 哇 一个男生啊 这样从高 重量加速度 这样子压下去啊 这个老职工呢 当下呢 就被压死了 刚才不小心压死一个小baby 现在又压死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的这个儿子啊 知道自己爸爸被压死了 哇 想单人啊 也是 压着这个谭逆基呢 要去找国王 讨一个公道 你看现在几个人啊 牛主人 管马的马力 木工 酒水商家 又一个职工的儿子 五个人 压着谭逆基 要去找国王 讨公道 最后这五个人呢 就压着这个谭逆基 到国王面前的时候啊 他们就一一的啊 跟国王啊 讲这个谭逆基的过失啊 他就这个牛主就先说了 他说这个人啊 跟我借牛 但是呢 他还的时候啊 不跟我讲清楚 他不跟我讲 不跟我讲说啊 他还我 所以我以为呢 他还要用 所以搞丢了 那这是他的责任啊 那么他应该赔我才对 那么国王就问谭逆基说了 你为什么没有讲清楚呢 谭逆基就说了 我是真的有借牛没有错 但是我已经有还给他了 他也看到我跟牛了 所以我想说 既然都已经看到了 就代表已经用完了嘛 所以呢 我就把这绳子随手一挂 那么他自己应该就知道 要把这牛啊 好 带回去 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处理呢 所以国王就说 嗯 这样说起来 你们两个都有过失 谭逆基啊 把这个牛 带还给你的时候 不讲话 所以呢 他应该判罪 把他的舌头啊 砍下来 但是呢 这个你的牛主人呢 你看到牛 但是你不止 自己啊 不把他啊 把他收好 好 你既然看到了 你不去做这事情 那这样子啊 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结果这个人一听到啊 啊 国王算了 算了 这个 算我啊 倒霉 算我倒霉 这个牛呢 算了 我放弃 我放弃这个 追溯这个事情了 即使啊 他配我一头牛 没有眼睛啊 那也没意思 算了 我放弃好了 我们和解 好 我们和解 没事没事 这牛主就走了 接着呢 这个玛丽 就说 国王啊 今天呢 我们关马的 有一只啊 乱跑 那我请他帮忙 把这个马兰 结果呢 他居然用石头啊 把马的脚啊 给扎伤了 那国王就问啊 就问谭尼基说 这是王家的马 关马 你为什么要去伤这个马呢 谭尼基就跪下来说啊 这个国王对不起 因为刚刚这个 牛主人 带着我要过来找你 那我刚好听到这个玛丽 叫我呢 帮忙拦下这个王马 那我不知道怎么拦啊 没有 马这么大一只 我人就一个人而已 我怎么拦得住他 所以想说呢 用石头啊 这样子吓吓他 丢石头来吓他 就不小心啊 不小心扎伤了马的脚 国王听到嗯 那这样子你们两个都有过失 好 玛丽啊 你呢 因为你叫谭尼基啊 拦这个马 那这样子呢 你应该要把你的舌头剪掉 那么这个谭尼基呢 他误伤了这个马 用手啊剪石头误伤了这个马 所以呢 应该把他手砍掉 就这个马丽一听到说 啊 国王算了 这个马呢 我会好好的把它伤养好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跟他就和解就好了 好 我也不追不追究这个事情了 这个马丽说完以后啊 摸摸鼻子就走了 接着呢 换木工 木工说呢 谭尼基啊 让我的那个斧头 我的工具呢 让我的工具搞丢了 那么国王呢 就问谭尼基什么原因呢 他就把他讲了 讲完后就说了 你们两个都有过失 他就跟这个木工讲 因为谭尼基啊 问你话 所以呢 应该把他的舌头剪下来 但是啊 你做一个木工 斧头是用嘴巴咬的吗 不对啊 斧头要用手拿 但是呢 你居然用这种违背常理的方式 拿这个斧头 所以啊 应该把你的这个门牙 两颗呢 把它敲下来 就这木工一听到说 哎 国王算了 斧头啊 搞丢了 我在想办法再去买好了 那个我不要这样子的刑罚 我跟这个谭尼基和解 接着呢 就是那个酒水家 这个商家的妈妈 这个妈妈一进来就开始哭了 就跟国王说呢 这个谭尼基啊 居然杀了我儿子 那这个谭尼基呢 再次跪下来 跟国王说呢 我当下真的是太饿太渴了 所以呢 我就跟这个酒水的这个商家呢 要一点酒水来喝 但我没想到 他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被子 我不知道这个被子里面有小朋友 希望国王呢 你要了解啊 我不是故意的 就这国王呢 听了一话 就说 你们两个都有过失 他就跟这个妈妈说了 你既然呢 你们家呢 是一个商业的空间 也就死死都会的人呢 进进出出 你怎么可以把孩子啊 放在那个座位的地方 更何况你怎么会把他 用毯子把他盖起来 这样子呢 不一定谭尼基 也有可能其他人呢 会误杀 所以呢 你们两个都有过失 这样子吧 既然呢 你儿子呢 已经死了 不然这样子 就让谭尼基啊 娶你 娶你 然后呢 让你们生个孩子 等到孩子生出来以后啊 再把谭尼基呢 叫他回家去 你看这样如何 结果这个 这个妈妈一听到后啊 赶快跟国王叩头 算了算了算了 国王啊 我们和解了 我不用再老公了 我已经有一个老公了 不用再一个老公 我们和解吧 儿子死了 就也不能复生了 虽然我自己也有过失 所以和解好了 所以这妈妈呢 就走了 那最后啊 这个 纺织的这个儿子呢 就走上来 就说 这个人啊 这个婆罗们呢 非常的狂暴 他居然从墙上跳下来啊 脚啊 踩死我的爸爸 那么国王呢 就问这个谭尼基说啊 你杀了他爸爸吗 谭尼基说 不是不是 是因为刚刚啊 这个四个 四个人啊 逼我 我非常害怕 所以呢 我就把他爬上这个墙 那我没想到啊 居然这个老人家 就在墙下 我一翻墙啊 根本来不及看啊 已经踩下来了 这不是我故意的 我没有对他 我跟他无怨无仇啊 我干嘛杀他呢 那么国王听了以后就说啊 就跟这个 这个职工的儿子说了 那你们两个都不对 你怎么可以让爸爸在墙边 你应该要让他在室内 做事情才对啊 不然这样子吧 你爸爸已经死掉了 你就以谭尼基啊 来做你爸爸好了 结果这个儿子一听到说 就是跟我跟我说 算 我爸爸都已经走了 我也不要啊 这一个婆罗们 在当我的父亲 算了 我们和解算了 那么国王呢 听了五个人的这个诉求以后啊 就判定 好吧 那你们和解就算了 就不要啊 在彼此的纠缠 那么这时候呢 谭尼基的事情等于什么 等于是本来 做错的这些事情 无罪一身亲了 这时候呢 他就还在皇宫里面 后来第二件的案件呢 又来了 这时候呢判官呢 带着两个妈妈和一个小朋友 走到这个国王面前 那什么事情呢 判官说呢 这两个女人说啊 孩子是他的 假女说孩子是他的 乙女也说啊 儿子是他的 但我们知道 古代没有这个可以验DNA 所以这个判官不知道怎么办 于是呢 带过来请国王来裁定 那么国王很聪明啊 他就直接说了 既然啊 现在只有一个小朋友 但有两个妈妈怎么办呢 这样好了啦 你们两个妈妈拔河 地上换一条线 小孩站在中间 你们两个呢 一人一手 看谁啊能够把孩子啊 拉过去 那就代表啊 是妈妈 好那就是啊 这个孩子就归谁了 那么这个啊 两个女人呢 其中给我们可想而知啊 就是啊 这个所谓的诈骗的 想要啊 把孩子啊 抢走以后啊 把他卖掉 所以这个不是真正妈妈呢 因为没有慈悲心 所以当古王说开始的时候啊 这个不是真正的妈妈的女人 就拼命的拉 哇 这个孩子快在哀叫了 就开始哭了 那真正的妈妈看到孩子在哭啊 不忍心拉 所以一下子呢 就被这一个假妈妈呢 被这个假的妈妈 就被拉过去了 这个假的妈妈呢 把孩子拉过来后啊 非常的高兴啊 就说你看吧 我才是真正的妈妈 但这时候啊 古王就说了 你是假的 于是呢 就把这个事情呢 讲清楚 结果他说啊 原来呢 古王这么聪明啊 知道母性的天 这个所谓的母性呢 得这种真实 于是呢 就把这个假的妈妈 抓起来 然后把这个孩子呢 还给真正的妈妈 这时候啊 谭逆机呢 看到古王啊 有这样子的这种 善巧方便呢 于是呢 他就接着跟古王说 古王啊 请问一下啊 我在今天出海时候呢 当我要过来 网工的过程里面 有一只毒蛇 他知道呢 我要来找国王 于是呢 他请我问了一个问题 他不知道为什么 毒蛇呢 从他的这个巢穴里面 出来的时候啊 很柔软 要进出很 要进出这个洞穴很方便 但是呢 当今天忙碗 要回到洞穴的时候啊 就会觉得啊 不大好 不大好这个进出 为什么 古王就告诉他了 你告诉这个毒蛇 他从早上啊 要出来的时候呢 因为心里没有烦恼 所以身体是柔软的 心情身体啊 都柔软 但是呢 当他在外面的时候啊 因为都在捕食 都在捕食 那么不是只有蛇 去捕其他的动物啊 也有蛇的天敌 要来捕捉他 所以整天呢 都被这个烦恼 在逼迫他自己身心 所以呢 身体就僵硬 是这关系呢 所以 他回家的时候啊 身体僵硬 就没有办法这么柔软 所以你告诉他 只要啊 保持你的心 不要有称恨心 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那么谭尼基基就说了 后来啊 一个太太 那么这个太太呢 请我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太太啊 在夫家的时候 也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啊 会想念这个娘家 那在娘家的时候呢 又会想念夫家 那是什么原因 那么这个国王呢 很聪明啊 一听啊 就知道关键 他就跟谭尼基说 你可以告诉他 因为啊 你的心啊 对你的老公不忠 你在回娘家去探视的时候啊 你都会私下偷惠情人 所以呢 你在这个夫家的时候呢 你就会想着啊 在娘家的那个 认识的那个情人 但是当你回娘家去的时候呢 跟这个情人私会的时候啊 整天在一起 你会发现 这个情人啊 没什么用 不赚钱 小白脸 这时候啊 你又觉得 老公还不错 老公很好 会赚钱 又雇家 又雇小朋友 所以呢 你又会啊 又会想到啊 这个老公 那么这原因都在哪里啊 都不是别人的问题 是你自己的心 心不定 心不定 对老公又不忠 所以你就会有这样子啊 的正念头 所以只要 让你的心保持正念 不要啊 随着你的欲望来走 你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烦恼了 那么接着谭丁基就说了 那后来啊 我经过一棵树的时候呢 树上有一只这个智鸟 请我问国王 我在其他的树啊 的叫声都不好听 那唯有在这棵树的声音啊 特别好听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呢 他叫我来请问国王 这时候国王就跟谭丁基说了 因为啊 这棵树下呢 藏有黄金 所以这只智鸟 在这边树上的时候啊 这个黄金的影响呢 他叫的声音就特别好听 其他的树呢 没有黄金 所以呢 他的叫的声音就不好听了 接着 国王就跟谭丁基说了 你本来啊 在今天呢 有五种的过失 如果这五个人都跟你追究的话呢 哇 你可能啊 这个 会死得很惨 不过呢 他们也都跟你和解了 你自己啊 会遭到现在这个状况呢 主要也是因为贫穷的关系 这样子吧 这个智鸟 他所在的这棵树下的这个黄金啊 我就送给你吧 你好好的利用这个黄金呢 过生活 好好的用这个黄金呢 来工作 不要呢 不要呢 再犯了相同的错了 那么谭丁基呢 听到国王这样说明后啊 很高兴 就跟国王呢 感谢告辞 然后呢 回到这棵树下去挖 真的就挖出了黄金出来 那么他把贸易啊 把它卖掉 去做生意之后呢 就过上了一个快乐的生活 那么佛陀呢 讲完这故事以后就说 就跟阿难说了 当时这个国王啊 就是我 那么这个谭丽基呢 就是今天啊 来出家的这个婆罗门 冰头卢堕舍 这出自于呢 《贤语经》 第十一卷里面的故事 好 我们从这故事里面呢 我们去思考两个问题 在《无量寿经》 也就是《大经》里面说呢 事有一 富少一 有事少事 私有其等 什么意思呢 我们人的一生呢 苦苦追求 财色民事税 不外乎呢 都追求身外之物 好吧 假设以这个身外之物啊 钱财来说好了 当你去使用它 比如说 你一百块 你用掉一块钱 就少掉一块钱 但少掉一块钱以后呢 你会想说 怎么把这一块钱 赶快补上来 你希望呢 一直满足啊 你的钱财 时刻都是满的 当你正想要的时候 事欲具有 便富弥散 当你正要去追求 或者当你拥有一后 接着呢 我们知道 钱财五家所共有 很快呢 又会散掉 但是众生呢 看到这现象如何呢 如是优苦 当父求所 当你已经在烦恼的时候呢 你会更积极的 又会再去 要这些身外之物 所以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呢 整个一生呢 都在为身外之物呢 积极追求 我们不会呢 真的从内心去看 身外之物要做什么 各位 我们冷静的想一想 钱财 他就只是一个 劳动的代表而已 身外之物 他不外乎 养活我们这个身体 所以佛陀说呢 少欲之主 人活在世间呢 很难无欲 人总是要吃饭啊 要睡觉啊 要房子住啊 要钱能够生活啊 但佛陀说 少欲 这少欲是什么呢 各位是心态 不是说呢 做一个佛教徒 就不要赚钱 不是这意思 该工作 该努力赚钱 还是要去做 重点是你的心 你的心少欲 你就不会逼迫你自己啊 用有限的生命 在追求无常的东西 反而呢 你用更多的时间 用更多的时间啊 去追求 内心 不生不灭的东西 否则呢 就像刚刚 无量说今天所描述的 我们都在这个 真跟简之间啊 斤斤计较 斤斤计较以后呢 时时生烦恼 那本来啊 它是要让我们快乐的东西 反而让我们痛苦了 禅宗有一个故事啊 有一个牢上呢 很喜欢兰花 所以呢 他在他的方丈室里面啊 放了很多这个兰花的 这个盆栽 那么他就跟小沙密说了 每天呢 方丈室打扫说 记得盆栽的这个花瓶啊 要擦擦哦 保持干净 有一天呢 小沙密在这个擦花瓶的时候啊 不小心呢 把这一盆的这个兰花呢 不小心从桌上啊 弄倒了 一掉地上 哐 这个瓶子破掉了 兰花的这个土啊 散的满地都是 小沙密吓到啊 为什么 他知道牢上啊 非常喜欢兰花 就把这个牢上种的兰花呢 给敲坏了 哇 这牢上可能会生气哦 就牢上听到声音之后呢 赶快走到方丈室来 第一个问什么呢 小沙密啊 手没有受伤啊 小沙密吓一跳 牢上居然不是问兰花 居然是问他耶 他说没有没有 师父 手没受伤 但是不好意思啊 把牢上你心爱的兰花呢 给敲坏了 这时候老上说了 我们要知道 兰花呢 很美 它是让我们快乐的东西 我们看到美的失误啊 心情会很愉悦 那么既然呢 它都已经坏了 我们就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啊 产生烦恼 所以各位 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体悟 人的生命 人的身外之物 哪有很长 每一样东西啊 都是真真减减 你现在拥有的财富 拥有的股票 拥有的一切 永远是那个价值吗 没有 会忽高忽低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生外之物 对于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它只是活着的工具 活着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这样子呢 你的人生呢 才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你才不会因为 身外之物啊 的真减 而导致呢 你的心的快乐跟痛苦 第二个 你看呢 这个坦逆基 当时那一世 跟这个国王 到了后来这一世啊 这个婆罗门 和佛陀的这个姻缘 所以说呢 人的一生呢 能够遇到善之事 遇到善友 帮他解脱 世间 还有处世间的两种前判 这是最大的福报 的确哦 你看如果 他在坦逆基那一生的时候 没有遇到这个国王 那么或许呢 他真的会啊 那个死得很惨啊 那因为遇到这个人亡了 让他呢 能够啊 免除掉种种的牢狱之灾 反而能够引导他 引导他 让他呢 能够自立 又能够利益其他三个众生 那么到这一生的时候呢 因为遇到佛陀 所以他在世间很苦 后来遇到佛陀 出家以后 佛陀给予他法 所以解脱啊 世间出世间的苦 这是多么有福报的事 所以呢 当我们身边呢 有这样子的善友 或者有这样的善知识 请记得把握姻缘 遇到善知识呢 并不是常常有的事 当我们遇到好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是什么呢 在古字里面 就是两个手 互相帮忙 所以我们学佛弟子啊 我们的善友要如何呢 当朋友有过失 我一定要跟他说 当朋友啊 有做出好的事情 我要随喜 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善友 当我们遇到啊 好的善知识 也就是好的老师 那我们一定要实时的 学习 各位呢 遇到好的道场 现在大家亲近林言道场 遇到好的道场呢 更要拥护 更要依教奉行 佛陀说呢 末法时代啊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善知识呢 如凤毛麟角 那么现在大家呢 遇到一个正法道场 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正法道场中 努力学习 能够啊 坚定我们修行的意志 也能够从中呢 获得世间 以及出世间的种种利益 这是呢 非常好的一个因缘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到这边 阿弥陀佛 我 这边的课程到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